鑰匙开关 我们先静带一下 好,我们先进入画面 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脱毛 不管你是大部位还是小部位 大部位就是我们的腿部 手部还有背部 都是从这里开始做的 如果是做小部位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比基尼 一些唇毛,叶毛,发肌线 也是从这里直接点进去 OPT和SHR 那这里你也可以看到 它也是有唾毛 本来以前的话 是做小部位 大部位是做这一个 因为它现在疼痛感比较强烈 我们都是用快速滑动唾毛来做 我们直接点进去 OPT SHR快速滑动唾毛 点入go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脉冲时间 就是几数光的意思 那么这里就是出光频率的时间 我们一般是调成3 如果是做大部位的话 我们一般是出调3 调3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1秒出3次光 如果你是做小部位的话 我们这边调成一样 皮肤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脉冲时间一般不用去调 好,再到我们的能量 能量是可以上下调节的 如果是做大部位的话 我们先从05开始调起 能量是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调节 最好是在刚刚好为止 如果它比较疼痛的情况下 我们就往下降一点 如果它没有什么感觉的话 我们往上加就可以了 如果你在收到机器的时候 雪花它是为0的话 我们自己在一格一格一格的 往上去加就行了 好,我们在如果我们要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是分有三个滤波片的 脱麻的话 不管你是大部位还是小部位 我们都是用640来脱 590和530我们放到最后面讲 640的话它是有个正反之分的 反面的话它是这四个角度没有凹槽的 正面的话它都是有凹槽 注意如果 如果滤波片有非键物辅着的话 一定要及时擦拭干净 否则影响出光的效果 好,我们先安装的话 是直接 四面卡槽的地方 对着这里直接进入 听到咔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实操 实操的话 我们是点入准备 然后客户如果他要做脱麻的话 我们先用这个剃毛刀 先对着这里过来刮一下 刮到留有一毫米的一个毛刺进行操作 好,我们先涂凝胶 那么涂凝胶的话 我们涂一个硬币后 这样子差不多就可以了 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先佩戴眼镜 不管是顾客还是操作者 我们都应该先佩戴眼镜 好,我们现在的话 不可以及时操作 我们要摸一下这个探头是否冷却 现在是已经冷却的状态 我们先空打一下 好,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先紧贴皮肤 好,我们先滑动 速度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 如果太慢的话 会直接烫伤客户 因为他每一束光都有线 我们一般按这个速度来行走就可以了 如果是大部位的话 我们一般走三到四遍即可 好,现在我做事没有什么感觉的 我们就往上加 我抬到十 我再看一下我的感觉 同样没有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要问一下客人的一个感觉 问他有什么感觉 脱毛的感觉是会有刺刺 有热热的感觉 直到他有感觉有即可 好,操作完毕 那我们操作完的时候呢 要按待机 以免你不小心按到这个按键 然后射到人家的眼睛 严重的话会失明 好,我们再按待机 好,那么脱毛的话已经讲完了 好,我们再到嫩敷 我们点入嫩敷的一个界面 直接点入go 他这一个的话就是脉冲的时间 脉冲多少个脉冲 就是光的个数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话是一个脉冲 两个脉冲 两个脉冲的间隔时间越高 他这里就是有一个休息时间 我一般调到三或者四就可以了 四的话是后面已经省炼了 也就是说它作用到我们的皮肤上 它是有四素光的 那么一二三的话 也就是记录客户的一个档案 一般调成一就行 不用去做其他 好,这是一个摄平时间 这是光的个数 这是一秒出一次光 我们调一秒就好了 好,现在我们的IPL 就是针对一个黑色素来工作的 RF就是针对美白嫩敷收缩毛孔用的 我们IPL也是从05起调 但是一般人的话 他可能做的话有15或者20左右 好,RF的话 我们一般就这样子调 调到10或者5 RF不要高过IPL就可以了 因为RF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好,同样也是 我们收到机器的时候 它也是没有雪花的 我们一般也是调到满为止 等到这个枪头冷却了之后 我们再操作 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会显示一个推荐波长 就是建议你用530纳米 好 我们就直接画上530纳米的头 同样是以正面的方向来卡进去就行了 所有的操作方式都是一样的 也同样是要操作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点准备 但是不要 一定要记得换 如果你不擦滤波片的话 也会直接烫伤客户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里会显示一个31度 也就是说现在一个机器的温度 如果还是超过48度或者50多度以上的话 我们就要 它也是算一个警报的意思 我们就直接关掉这个钥匙开关 让它冷却一会儿 让它休息一会儿 30分钟或者15分钟之后 我们再开启 好我们再看一下去色斑 嫩敷的话一般是做30分钟就可以了 去色斑的话我们先进去 同样是我们这边都是已经帮你调好了的 我们只需要调IPL还有RF 全部都是从05开始起跳 好你也可以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推荐波长又不一样了 是590 那我们换上590的滤波片就可以了 它的项目有红血丝去球窗 那色斑的话 它的一个操作手法的话 也就是我们先全脸做一遍 然后针对它的色素的两面颊 进行局部加强 打到它的一个斑 发晕为止就可以停止了 好不管你是深层斑还是浅层斑 都可以去浅层斑的话 一到两次是可以完全去掉的 如果深层斑的话是需要 只能帮你淡化 淡化到80%以上 好红血丝的话也是 不包质 但是可以帮你改善 也同样是这样子来调 调5 然后这个的话就不要高过它 我们调1就可以了 红血丝的话 推荐波长也是590 去球窗的话 也是530 当时我们只要看推荐波长就可以了 操作的话也是同样一样的去操作 脸部的话都是30分钟 斑的话是没有 斑的话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是把斑打到发晕为止就可以了 我们操作完毕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拧钥匙开关就可以了 fare观看